國營大會 歡迎收看國營大會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晚安 那麼去年日本的神戶牛的名店 爆出造假的這個風波 有消費者在今年 陸陸續續接到了道歉 跟這個補償 那麼這表示是一個負責任的 一個企業的態度 可是為什麼負責任的企業態度 去年會造假 那麼另外我們要告訴你 日本的這個極致美食 行銷全世界 到底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還有世界各國的百年企業 又是如何的抓住消費者的心 跟著成長 那我們趕快來為您介紹 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世聰 大家好 傑銘 還有青皇 另外在我的左手邊 是雜誌副總主筆李建新先生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新來賓 資深媒體人謝嘉玲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台客最愛去日本的名店 對 竟然爆了造假 對不對 這家是神戶 專門賣神戶牛 對 沒錯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台灣是沒辦法有所謂 日本的和牛來過台灣 雖然最近已經開放 但是過去台灣人去日本的話 一定要到神戶去吃神戶牛 因為神戶牛就是日本和牛的最高經界 你不要以為現在的和牛都神戶牛 神戶牛日本人都不夠吃的好嗎 沒錯 但是呢 大部分進來好像都是宮崎比較多 對 宮崎啦 或是說像這個 現在進了很多是蛋馬牛 或是鹿兒島牛 那我們看到說 對 那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最近很 因為過去人家去神戶的話 都會去另外有一家名叫 Plexia這家店去吃這個神戶牛排 但是最近因為他這家店 去年十月被批爆說 原來他是造假 他從二千零一十六年的四月開始 一直到二千零一十七年的十月 他把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最高級是神戶牛 但是他把次一等級的這個蛋馬牛 充當是神戶牛 賣給這個消費者 那當時被揭發的時候 他已經賣出了三千兩百份的 這個次一等的這個牛肉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們下面有看到 一百公克的神戶牛是八千日圓 一百公克的蛋馬牛是五千日圓 你看獲利價差是非常高 那因為他賣了三千兩百份 所以他的價差高達一千萬日幣 那被踢爆的時候 當時他們這個負責任 就跟大家鞠躬道歉說 以後不會再犯 對不起我們犯了這個錯 但是我們過去的話 就以為這樣就結束 在台灣的這個狀況 但是沒想到 最近很多去過這間Plexia吃過的人 他們最近都收到 來自Plexia寄來的一封信 就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們過去犯了這個錯 我們誠心的跟你道歉 同時你過去在這邊 你有消費多少 我們退款給你 他總共退款 到目前他預計要退款多少 兩億三千七百五十萬日幣 現在已經退款了四成 然後說已經有三千三百四十六位消費者 已經收到了退款 退款高達九千零二十萬日幣 而且不只是台灣的消費者 連這個香港的 甚至連新加坡的 很多甚至還有美國的 他們都已經收到這種跨海的退款 他們都覺得說 哇 這個企業真的是非常有良心 各位當初為了賺差價一千萬日幣 退了兩億多日幣 對對不對 這是當然表示說這家店 是有企圖性要永續經營 是沒錯 他犯了錯 但是他馬上去這樣子誠意的態度認錯 如果你是這家店的客人 你一定會再去吃 對沒錯 也就是說日本的公司 雖然犯了錯 他們很誠心的道歉 而且非常有誠意的這個給消費者賠償之後 相信消費者還是願意去 那我們就講到說神戶牛 難道這麼罕見嗎 事實上神戶牛 如果以這個他們本身的定義 他定義還真的蠻嚴格 第一個 你必須要去淡馬牛肉 因為淡馬牛是他們那邊的一個品種 你必須是淡馬牛肉這個品種 再來就是說 他是要經過什麼 你沒有生過孩子的這個母牛 或者是被閹割的公牛 你才有資格變成 沒有生過孩子的母牛 未生過子的母牛 然後再加上都 或者是說 你已經被閹割過公牛 那不就是處女巡的意思嗎 對 沒錯 事實上是這樣 男生女生都是一樣 男生就很早就要把他閹割掉 而且你要育肥的狀況之下 才能夠有變成是神戶牛的這個標準 再來就是說 他要求說 你一定要在神戶當地 在兵庫縣 因為神戶在兵庫縣 當地的農民所養的 而且要在當地宰殺 才能夠有資格變成是神戶牛 當然每人講到一個重點 日本人自己都不夠吃 甚至他們還希望說 最高等級的神戶牛 是不能夠出口了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台灣人 或是全世界的消費者 到神戶去吃 只是為了要吃一口 神戶真正的這個神戶牛 另外一個 謝金河到一蘭拉麵 吃到那個湯頭 驚為天人 有這麼誇張嗎 這幾年一蘭拉麵真的在日本也好 尤其在台灣是特別的紅 所以謝社長去總店特別試吃 那我看他寫那文章 他驚為天人的感覺 我覺得他文字已經是很平實 但是如果我要形容是 這家店他給太多人的一種形象 不管是在媒體上的形象 或者他官網上 他就是專注 所以謝社長會特地寫說 他感覺這麼專注 這個湯頭才能夠這麼好 那包括像他40人的研發團隊 他這次要平常就是不斷去蒐集 整個日本到處是不是有新的食材 可以來讓他們豐富 那這個企業他代表這種專注的精神 就會讓大家至少要想去試 試過以後如果是好吃 你就會丟掉了 那尤其是他這個怎麼樣他自己 他們強調是一生懸命 一碗入魂 讓你們真正的就愛上我的拉麵 所以他們在每一個過程都很 細節上都很注意 剛剛講到他在如何的保障 保證他自己的品質 光是他一直在強調說 他每個四個小時就要在廚房裡面 去測量他的溫度 那些高湯的溫度不要變質 然後每一個小時 大家整家店裡面至少有10個員工 每一個小時要有一個人 像我們掃地直升 要輪班 就這個小時我要吃一碗 跟客人吃的一模一樣的麵 這樣去保證一整天下來 我的麵的品質都沒有變 光是這一點你就覺得 他是非常的告訴你 我是很專注要做好這碗麵 他也這個潛移默化 想要讓每個客人都知道 你也正在吃一個很專業的拉麵 比如說是很少拉麵店有這樣的設計 就是所謂他們叫做胃疾中 大家吃過就知道 他有一格一格那個小胃子 光是你一進去 你坐在那個地方 你要填那個很複雜的菜單 其實像我們這種很即興 只能就 如果我來一碗味噌 各位填這個要怎樣 要軟一點 鹹一點 麵有三種等級的軟硬度對不對 然後那個蔥花 然後你要不要加麵 替玉有沒有 然後你就坐在那個格子裡面 它其實就讓你靜下心來 就讓你知道你已經有這個前戲 其實你再怎麼對這家拉麵 你沒有那麼了解 你也會認真的至少要去專注 你等一下要吃什麼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後來覺得 一蘭拉麵的蛋最好吃嗎 因為一蘭麵蛋整個包的時候 軟性來 對 你怎麼覺得那顆蛋很好吃 因為餓了餓了 不要叫它嚇到 所以相對其他關東地區 你可以看到其實一蘭拉麵 它是比較簡單的 就一個乳白色的湯 然後沒有像關東地區 會有很多海苔啦 還有一些這個魚板什麼很多 對 其實它又要你專心的做在那個格子裡 那個味集中 跟這個拉麵對話 那一封堂呢 一封堂的話 它相對起來 我覺得它是日本所謂的 喜心不厭舊的一個經典 就是說它現在是日本 算是非常大的一間拉麵店 所以它想要去擴展 那當初它會建立的時候 它就希望說 我不要走原始傳統 我們認為拉麵店好像舊舊小小的 所以它想要開一個潮一點的店 所以老闆娘那時候就建立說 為什麼不能像酒吧一樣 有一個潮的感覺 可是它的麵都沒有變 這些細度還有這些湯頭都沒有變 只是說它的裝潢這些到國外去 它只是到國外還會有些變化 比如說到澳洲 就要有澳洲人喜歡的甜點 這在日本拉麵店是罕見的 到美國去可以點酒 到巴黎可以點酒 這也不是本來傳統有 所以它的跟所謂一覽又不太一樣 是它強調它要求新求變 去把拉麵的層次整個拉高 但是它那個東西 它原始的東西不變 所以我說它是這個洗心不厭就的一個典範 所以也都做到全世界的生意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還有一個日本人 連這個勞伯迪尼諾都對他愛得要死 對他號稱叫做核食之神 能夠稱為神這件事情 肯定他食物不是只有好看 還是美食 那事實上紐約時報也認為 真的我們應該要去一趟 他說號稱全世界 你一生當中必訪的10家餐廳之一 那這個主廚叫做松酒信信 好那他曾經在日本東京 就是一個廚師 但是他有在1987年的時候 他去比佛利山莊 煮了一個叫做他的新創 應該說的 這個應該叫新日式料理 好創意料理 讓那些好萊塢的那些女星們吃完之後 哇 驚為天天人 那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出現了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勞伯迪尼諾 他就有一次也造訪了這個餐廳 然後吃完之後 撒掉了 喝一口 然後浩浩的四年的時間 一二三四 四年的時間 跟這個松酒信信的爐 要爐什麼 他覺得你東西那麼好吃 我一定要跟你合開餐廳 結果這個松酒信信 四年被他熬了受不了 就真的跟他開了一家 叫Nabu 這樣的一個餐廳 好 Nabu餐廳為什麼後來這麼紅 因為我們通常叫他Nobu Nobu Nobu也Nobu Nobu餐廳 他現在是Nobu的這個行政 行政總廚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紅 因為他實在在好萊塢 已經變成大家知道的餐廳 也代表是日本的美食 所以有兩部電影 可能大家都知道 一個叫《易記回憶錄》 這部戲很紅 另外一部就是《堵城風雲》 都有這位型男主 不要說型男主 就是這個日本主出現 所以他爆紅 那想說我既然在美國 這麼紅 那應該要殺回到日本 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這個Nobu 就把他移到了日本 來開店 然後他開店這個事情 就傳遍了說日本 說一開業幾天 就一堆人來排隊 但後來發現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日本人不買單 對 日本不買單 他才知道原來日本人 喜歡吃的就是那個味道 是生活中的一切 這件事他因禍得福 他把轉念起來 我不能太強調什麼 南洋風什麼風 我要想的事情是 當地愛吃的這個品味 所以他去紐約出了一個 這樣的商品 能想像嗎 漢堡裡面放拉麵 因為他們知道紐約的人 他就是快食 他們的生活節奏比較快 然後紐約人怎麼形容這個漢堡 就看起來像一個漢堡的東西 把它吃進去之後 發現到整個口腔的 都是拉麵的味覺 這個商品爆紅 他現在已經在全世界25州 就是全球5大州 開了25家分店 只要有名氣的商店裡面 都有它的食材 我們看一下其中一個 你想一般我們說刺身 刺身旁邊 你當然要加的是日本的這個 這個芥末嘛 但是他沒有 他因為他曾經去過 阿根廷秘魯去旅行過 他發現那邊的辣醬 其實跟刺身也是極配 所以你看到這個刺身 而且你看他擺盤的樣子 美不美 很美 那再把這個辣醬 放進去的時候 就是說原來日本美食 不是只有好吃 還真的是美 我去過諾布 而且我去的時候 他還是擺黑頭髮的時候 現在我們也都擺頭了 那個是1999年 我訂了兩個月 請朋友在紐約幫我訂 那那天吃什麼 其實我完全忘記了 因為重點是 那天有一個讓我很驚豔的畫面 我到現在無法忘懷 就是我吃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個好漂亮的女人走過去 結果我紐約朋友說 美 快看 我說 哇 好漂亮啊 我說 怎麼那麼漂亮 她說 你瘋啦 辛蒂克勞富 你知道 辛蒂大概有一百八 對 然後她那天穿了一個 白色的褲裝 天啊 然後就這樣一百八 然後這樣飄過去 然後她要跟 當時我一個朋友說 那個是跟她吃飯 那個是紐約的什麼什麼的 很有名的製作人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看完辛蒂之後 我就忘記我在吃什麼了 可是我都覺得那餐好值得 這樣子 要兩個月 當時就要訂兩個月 那是1999年 對 所以叫Nobu 在紐約 非常非常有名 好 那麼有時候你去吃飯 有時候真的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你真的不知道 那問一下 日本超過千年的小甜點 你要不要講一下 是 你真的沒聽錯 真的是千年 一般我們來講 吃的東西 你能夠百年老店了不起 可是我要講的這家 是 它是成立在西元一千年 剛好是一千年 所以到現在大概一千一百多年了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 一文字屋合著 好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說 它餵在日本金宮神社的外面 一般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日本人有一個傳統 他去參拜了之後 都會想要去吃烤麻糬 因為聽說這個會去病痛 所以成為他們的一個傳統 在一千一百年前 那在金宮神社外面 就有一個女生 就有一個女生去開了 這樣的一個店 沒想到就遠遠流傳到現在 25代 是的 傳女不傳男 對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一直要說 傳那個有一個女生 因為他們日本人認為說 這種烤麻糬 這個功夫 只有女生烤起來才會是真正好吃 所以你從這一點就知道說 它的一個堅持 好 我們來看一下說 在這個圖的一個左上方 這個它是25代的傳人 叫做長谷川耐生 她是第25代 然後她的上一代是她的姑姑 聽說她姑姑終身未嫁 就是貢獻給這家店 好 她在五歲的時候就被她 姑姑清點文說 你就是第25代的一個接班人 於是當大家都還在 還在 兒童都還在玩一玩具 然後我幹嘛 沒有 她開始去整理器具 在這家店 開始去學習捏麻糬 而且每天要練習 幾功課 三功課 3.5 不行 不行 幾功課 三點一 對 還是不夠 很準 三功課 三功課 真的 而且因為你唸太大顆 吃來不一樣 然後太小顆烤起來又不太一樣 而且它是烤味噌對不對 它是烤味噌 而且你知道 他那個不管他的味噌 還有他上面撒的那些綠豆粉 都非常的講究 而且就連他的那個碳 都一定要用日本的貝長碳 因為聽說那個貝長碳烤起來 那個溫度火是最剛好 而且不會有煙 告訴我 他這個在火爐邊 要站幾年 才能夠出師 他這個要練個五年十年 他才能夠真正的出塞 那這個淺草的甜點是什麼 這個又不一樣了 這個淺草的這個甜點 剛剛那個是千年老店 他這個歷史不太久 可是他卻是在淺草市 是一個大排長龍的一個名店 如果喜歡看偶像劇的官員朋友 如果你看過那個新元節一的 訂上今日值的備忘錄 他裡面在講到說有一個來自天國 天國的布丁 布丁 就是這間做的 那他很特別的就是說 這個老闆他其實是日本人 但是他到比利時去學藝 學完藝之後他就被挖繳到比利時 御用的那個甜品店 皇宮御用的甜品店裡面去當主廚 好到了2002年03年的時候回到日本 他也被日本的把握公司去當 那個甜品店去當顧問 後來自己開店 對 可是他也蹲馬度 蹲了九年之後 他才開始自己自己開店 那開店的時候 他就真的因為一生的手藝 他就創出了非常多經典的一些 一些甜品 譬如我剛剛講的天國的布丁 其實他就是卡布達布丁 然後包括像他的松露巧克力蛋糕 還有包括香檳松露巧克力 都非常的經典 所以這個不管是老店還是新店 他都是要很全神貫注這個事情 那你想說百年企業更難 為什麼 因為味覺可能是大家有懷舊的一個支持 可是一個企業要運用時代的一個不同 我們接下來要告訴各位松下企業 松下企業在日本也是百年的歷史 他是怎麼樣轉型的 他經歷過什麼樣的困難 帶回來 1918年距離現在大概就是一百年 對不對 松下企業當時成立的嗎 是 沒錯 松下今年是邁入一百年 他是松下信之柱在1918年成立的 當時成立的時候 只有他的老婆跟他的弟弟三個人成立 那松下信之柱從這個所謂的大阪起家之後 開始慢慢的一路的壯大起來 他一開始是做這個插頭 然後後來變成是做家電 我們記得松下最輝煌的時候 是所謂的松下三寶 就是洗衣機 電冰箱跟這個洗衣機 還有電視機三寶 打遍天下 可是他也是面臨到非常大的危機 尤其是從2011年開始 當時 美人你知道嗎 松下連續在2011年跟2012年 一共兩年虧了七千五百億日元 七千五百億日元折合台幣是兩千六百億 你任何一個大企業遭受到這種已經前所未見的局面 大概是垮掉了 尤其當時日元大幅的狂升 那時候中國的家電崛起 然後其他品牌崛起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認為說松下大概完蛋了 日本的家電大概從此 當時日本的很多雜誌都說 怎麼懷念松下信之柱的書 他寫過多有名的書 經營之神 當時日本很多雜誌都是說日本家電已死 這樣子去說日本的這個家電業 但是當時他們就毅然決然說 我要決定要轉型 所以他們當時選出一個新任的社長叫金賀一鴻 那金賀一鴻他認為說過去的松下是過去 所以他決定要大幅的改革 他怎麼改革呢 他認為說過去的 包括說以家電為主的產業 我要慢慢的拋去 我們要轉型做什麼 我們要以供應鏈為主 所以你看他開始去做 他當時會虧這麼多 因為他去做手機 對 沒錯 所以他就慢慢說 我們要現在停產手機還有面板 因為他當初還有生產一個面板 如果我們現在有看過的話 這是以前的離子電視 有一個非常非常厚重的那個電視 那個其實曾經松下也有做過那個電視 但是後來因為虧太慘 所以他毅然決然說這些過去 那我們虧很慘 我全部不要做 那我們現在要鎖定什麼呢 智慧家電 所以你現在如果你去看很多的智慧家電 像這個 我們的這種智慧的這個住宅 智慧的社區裡面的話 用的都是松下的東西 他們有一個部門叫Panahom這個品牌 就是專門做這個的 另外還炒什麼汽車電子 那汽車電子的話最有名的話 他去2011年的時候 他跟特斯拉合作 當時特斯拉到底會不會做起來 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個金賀一鴻就說 我們要跟特斯拉合作 而且合作就是做電池 所以你看 因為現在特斯拉已經起來了嘛 所以他目前的這個松下 他在這個鋰電池的事業 是佔全球第一 而且他決定說 未來要到中國大陸去設廠 到中國大陸去設廠的話 他可以吃到中國大陸的一些 相關的供應鏈 那汽車業務的話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說汽車電子 先進輔助駕駛系統的話 他們也都跨路 所以他等於是做 現在的松下新智慧如果醒過來的話 他會發現到說 現在的松下 跟我在那時候在run的松下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做一個小股東的話 他要看的是這個數字 2011年的時候 虧損7000億 不過才四五年的時間 對不對 五年時間到二零一六年 就淨利 對 淨利 轉為淨利 轉為淨利 所以呢 二零一七年 淨利會雙增 會雙倍 所以你一個判斷錯誤 就是要7000億 慢慢爬爬爬爬爬爬 方向調整好 又倒壇 就是這樣 目前已經慢慢恢復元氣 我給大家講股價 股價的話 他在兩千 就是金融海嘯之前的話 他大概是兩千七百五十日元 結果後來因為爆發這個 他連續兩年大虧 他最低股價跌到四百零三日元 跌掉了百分之八十五 但是後來他現在又重新回過來 他現在最近的漲價 已經又回到了一千七百日元 也就是說又漲了四五倍 慢慢地逼近了這個兩千零六年的高點 所以你看金賀玉紅 這幾年的調整 虧七千億在任何公司來說 絕對是垮掉 但是他還能夠力往狂然 就希望這個打底 能夠讓松下再撐一百年 對不對 那清皇 另外一個溫泉老旅館 也是超過千年 他號稱傳承超過千年 因為我們講說百年 其實已經很難了 可是你很難想像 日本竟然有家溫泉旅館 號稱傳承超過千年 那這家溫泉旅館名字叫 左勘旅館 Sakang 那這個左勘旅館在哪裡 他在日本仙台 近郊的那個一個叫 秋寶溫泉的地方 仙台就上次三一大地震 靠近那個地方 但是就重點是這個秋寶溫泉 是號稱日本三大古堂之一 日本三大古堂是哪三大 其實就是道後溫泉 然後油馬溫泉 然後跟我們現在講秋寶溫泉 這個秋寶溫泉最早的起始 很早在六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的天皇叫清明天皇 這個清明天皇 當時怎麼樣得了皮膚病 那得了皮膚病很困擾 結果有人跟他說秋寶那邊的溫泉 有治皮膚病的效果 結果當時有人就特別 把秋寶溫泉就給這天皇去泡 結果泡天皇泡真的好了 所以他那個地 他就把這個地方的溫泉 取名叫明曲之湯 意思就是說這個地方的溫泉 真的不錯 那所以你會發現他游來很久 那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十二世紀的時候 那個地方有個領主叫伊達 日本的那個大名的伊達家 那伊達家就是在那個地方 跟這個溫泉旅館結下緣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溫泉 這個溫泉等於是說 讓這個地方的領主去使用 所以後來這個地方經營的那個 他們有個名稱叫佐藤勘三郎 就等於是說他們經營組的名稱 所以後來代代傳承 就是用佐藤勘三郎這個名字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旅館 他要取名叫做佐藤的原因 所以這邊已經告訴你說 這個溫泉本身就已經很有古老性 也很有特殊性的 那重點是這家佐藤溫泉 它是號稱在日本溫泉旅館 白選裡面常常都排到前五前六名的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實力 然後所以最重要是什麼 除了溫泉好之外 我們一定關心什麼 溫泉旅館裡面的會席料理 那你知道這邊的會席料理有多特別嗎 它號稱是山海會 什麼叫山海會 就是有山產 有海產 那你知道仙台這個地方 牛肉本來就很有名了 所以不是我們想像中 這個河牛就只有什麼 這個浸江牛 然後只有神戶牛 仙台牛本身就很出名了 所以這個溫泉旅館裡面 它的燉牛舌很有名 再加上它附近 靠山路的地方有什麼呢 就往海邊那邊去有鮑魚 所以這個地方的鮑魚也很出名 那你看又有牛肉又有鮑魚 它這個溫泉旅館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是什麼你知道嗎 松茸辛曼火鍋 松茸 再加辛曼安納 然後這兩個東西把它做成火鍋 聽到這邊你就知道 這邊的料理已經不簡單對不對 除了這個之外 連甜點都不簡單 它的甜點是用什麼 毛豆磨成粉之後 裹在那個麻糬的外面 所以那個口感 涼涼QQ的口感 你在外面還不一定吃得到 所以它從會 不用講 各位 我們吃過烤牛舌的 你知道 那個牛舌如果厚厚的 然後鮑魚也是厚厚的 這兩個口感是 我覺得是可以做朋友的 講到這邊 我們都還沒有講到它的露天溫泉 那不用做 這個不重要 它的露天溫泉 叫何元之湯 為什麼 邊泡湯 尤其在秋天風洪的時候 邊泡湯 你還可以邊欣賞那邊的風洪 秋天去泡 OK 露天溫泉 遠方是楓葉的紅 你把全身泡的紅紅的 不是桃花人面相映紅 是楓葉和你的身體相映紅 今天要跟我們講一個眼鏡對不對 曬露露是一種塑膠嗎 是 美人姐 真的是 是學問非常淵博 應該是說 我們知道日本的職人精神 不只他的手工非常著重 他連他用什麼料都非常的著重 日本的手工眼鏡 他們非常強調就是用這個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那三個字 曬露露 那這個曬露露 它其實是一個 史上第一個人工塑料 它是用消綿跟樟腦去合成的一個料 它具有硬度很高 密度也很高 所以說它非常的不容易壞 但是聽到這個美人姐 你應該就知道說 一直拍雕刻也很難塑星 所以說歐美國家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不用了 可是現在全世界就只有日本還在用這個東西 尤其在日本也只有在浮井縣裡面的 浸江市裡面還在維持這樣的一個傳統 而且這個板材 我們叫做板材 全日本也一間公司在做而已 所以說這個所謂曬露露手工眼鏡 它就形成了在日本的一個工藝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 這不是人家有得把他當成牛角 很像 很像 是 因為他的那個整個材質是非常堅實的 所以你知道嗎 他光那個工是要非常的繁複 聽說那個板材拿過來之後 你要再讓他空氣裡面揮發 你知道揮發要揮發多久嗎 要至少要三到五年 然後比較好的材質的話 你還要經過十年 叫做成年板材 你做起來比較漂亮 然後這個完了之後 你知道他們在 在我剛剛看到就是說 你在畫面上會看到說 他要磨鏡 然後包掛就是說要做出那個鼻墊 還有包掛那一種 他最重要 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序 等他做完了之後 不是上面會殘留雜質嗎 他必須要跟鬆香泡在一起 然後用加熱鬆香泡在一起 然後快速的再取出來 這個工序聽說也非常的難 所以說這個眼鏡為什麼做起來 會讓你有聞到說 會有淡淡的一個鬆香味 所以他泡過了 是 他泡過 而且這個泡是有 來來來 各位 他一個眼鏡 全部不用說了 要四個月 是的 而且你知道嗎 一般我們做機器要上萬把 一個月要做上萬把都可以 他一個人一個月只能做兩百 做兩百負 所以說你就知道 日本人在對於整個 不只是手工 他們對於材料的那個材質 這一個多少 這一個我看是這貴 要上萬塊的一個狀態 要啦 人家那麼多 這一定要的 是啊 你看連牧村拓栽也都很愛 是 是 那為什麼你要講指甲鹼呢 對啊 謝先生 你講點別的嘛 對 通常 通常我們看 你在講鮑魚跟牛舌 你講指甲鹼 不管是牽連旅館 還是這種手工眼鏡 這都 全部都要跟我現在講的關係 日本人其實就是 一直在專注做一件事 以前我都說他們是 全國的人都是處女座 偏激的處女座嘛 結果後來我的日本朋友說 不是 他們其實有強迫症 就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完美 我跟你講 日本人的血型 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A型 所以 所以客家人的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 印景 印景還遠遠輸給日本人的印景 這個指甲鹼被號稱是全世界公認 是第一名的指甲鹼 它其實叫指甲鉗 它叫 Sw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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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這個樣子 它被稱為是這個指甲鉗中的Hammes 就是它真的是頂級 德國人曾經說要來學它的鋒利度 結果都還學不到 德國人 但是你看它的樣子 這根本是個鉗子嘛 我以前有一個室友 因為他長期在日本 他在剪指甲 有一天 他跟我說這個很貴啦 我不會想買 他在剪指甲 我聽他那個聲音真的不誇張 就是咔嚓咔嚓 可是他有點悶 有點像我們說雙B在關車門 那種聲音就是跟國產車 關車門聲音 他那個指甲鉗的聲音 就是不一樣 但他外型那時候沒有吸引我 那時候我才書學起來不懂 不認識這個指甲鉗 他這個是根本用工 就是工藝藝術品在做 因為他在日本這個新系縣 有一個叫三條市 那個地方就是一直傳統 就是在做金屬 那你要做這一個 所謂的工藝品這個東西 他基本上這一家石花島 他只有大概50個員工 然後40個人是工匠 等一下 各位 這不是我們藥妝店都有的嗎 對 他現在他一個指甲鉗 要40個工匠餐員 一個要三個月才能完成 這一個要賣多少錢 一個在台灣也有人用網購 一個要三四千塊 所以很多人會不是很了解這個牌說 我去菜市場買一隻50塊100塊 好一點可能買400塊500塊 這隻要三四千塊 所以那你如果願意 你去直接去這個三條的 SWATA的總店 他可以去參 一年有超過兩萬人就去參觀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純手工 那邊買可以比較便宜 金田款 金田款大概是8000日幣 比台灣買還是便宜啦 因為你用進口的話 那在大阪買得到嗎 要特地網購 如果台灣有人買都是要特地用網購 所以他不是 不是到處 到處都有電 因為他太難了 你看他 每一個指甲鉗要經過三個月的程序 經過40個工匠 不是 經過50道程序 才能慢慢這樣打造出 他可以用多久 好 我講一個誇張的事情 可不誇張啦 他裡面這40個員工裡面 有20幾到85歲 85歲這個人 他在這個地方上班了多久 上班了70年 他就一輩子就專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說他們是強迫症 就一直做一件事 就要把它努力做好 他用多久 他現在說他常常修的 就是這個東西 偶爾會摔到壞掉嘛 他不然這樣使用是不會壞 他修常常修 用了六七十年的指甲鉗 就客人用了六七十年的 拿來 還拿來 所以還可以傳家之寶 然後為什麼 要85歲這個人在專門修 修 因為他修比製造還要難 這年輕的工匠 一個要十年才能變成工匠 不是啊 你知道那個指甲鉗 就是那個咬合的那個 那條抓 那真的很厲害 所以他這樣子大大的 像指甲鉗 有點像白色恐怖 在拔人家指甲嗎 不是 他這個更好握 就比我們傳統用手指頭這樣子 他這樣很好剪 所以這個就被稱為是 最好的指甲鉗 這是男生用還女生用 都有 他有大中小 而且他也不分左右手 都可以用 我們有一些指甲鉗 還會有左右的差別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 是我下一次去新洩 我一定要參觀這家工廠 因為他現在可以讓你看 他們在手工打造 但是是 是這個透明玻璃 銅器有要兩百年傳承嗎 好 我們現在講到日本 就是有個兩百年傳承 歷史的錘起銅器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 什麼叫錘起銅器 他是用錘打的方式 純手工做出來 沒有機器 然後也不能量產 一定要手工製造 重點是 你看到我手板上面 這樣的一紙茶壺 一體成型 他這樣一紙 就要五十萬日幣 而且連日本天皇 在大婚的時候 也是以送這個銅器 當作賀禮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重要性 好 那這一家是什麼 這一家叫做玉川堂 為什麼叫玉川堂 因為他的創辦人 他的老闆姓玉川 他創辦人叫玉川決兵位 那他們特別是在兩百年前 他們就發明了 這樣錘起銅器的這個技藝 那這錘起銅器 你一定聽覺得 這有什麼特別的 他的特別是 他的工法很繁複 至少需要十九道工序 那他要怎麼做 首先一張這個銅片 要幹嘛 先用木錘 把它打到可以敲起來 敲起來之後 開始用鐵錘慢慢敲 慢慢敲 去修飾他 修飾讓銅器可以成型 那他的難處是在於說 你看到上面 有沒有很多這個紋路 對不對 一個一個 這個都是要用不同的 他們把它稱之為鳥口 就是把它頂 那個頂起來之後 用鐵錘敲敲敲 把它形狀敲出來 這個整個過程都是要手工 而且你知道銅要加熱 它才會軟對不對 在那個燒盾的過程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這樣一個茶壺做出來 至少需要十幾天以上的時間 他有多少工匠 他全部整間就只有 二十一個工匠而已 然後就專心的在打造 這樣的錘起銅劑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它本身在錘打過程中 是不是就很難了 它後面更難的是幹嘛 要上色 要染色 泡在特殊的溶液裡面 讓它染色 然後用不同的金屬 慢慢去雕出它顏色出來 雕出來了之後 它才會有那個價值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現在的當主 叫做玉川宣夫 被日本政府說 這是我們的人間國寶 而且它的特色 它沒辦法量產吧 因為才二十一個人 你要排隊 然後很麻煩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有一個很好玩的特色是說 說它這個銅器 舊的比新的更貴 為什麼舊的比新的更貴 其實你看我手板上 這個這邊這個是舊的 跟新的顏色 是不是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它的一個特色是 放越久 顏色越沉 越好看 所以很多人去的時候 都說我要買舊的 我不要新的 結果舊的量有限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垂起銅器 它的價值來自於 所謂職人精神的 手工打造之外 還有它本身自己 特殊的工法 也因為這樣 讓它變成所謂的人間國寶 好 你要講到說 這個精密的工藝 不得不講瑞士的表 對不對 這當年不是一個笑話嗎 某個國家就跟瑞士挑戰 所以就跟他講 你看我可以打出 這麼細的針 你有辦法嗎 瑞士就沒講話 就把這個針 全部寄回去給那個國家 一句話都沒有講 那國家再也不敢來挑戰了 因為每一個寄回去的針 上面都鑽了一個孔 好 待會來告訴我們 是什麼故事 瑞士的表到底要怎麼看 對 瑞士的表 在這幾年稍微受到一點衝擊 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 不是蘋果推出這個Apple Watch 很多人都說 糟了 瑞士的表 大概會被這個蘋果幹掉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 反而走出了另外一條路 也就是說 現在很多男生 或是很多企業家 他們其實反而很喜歡戴瑞士的表 因為戴瑞士的表 有時候是彰顯你自己本身的地位之外 他裡面的工藝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們今天講到一個瑞士 鐘錶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就是寶基 那這個品牌 事實上很多男生都知道說 有一有一款這個寶基錶 真的是非常非常夢幻的 也跟男生有跑車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對臺灣人來講 能夠戴一個瑞士的手錶 對 而且就是這個品牌對不對 你沒有聽到人來講 叫你年齡 年年ört 年年季 年年齡 年年年多季 出門都 默子 沒 Hack 手頭都掛 劉雷克斯 對 沒錯 勞力士 對 勞力士 但是事實上 我們要講到瑞士最經典的錶款 還是寶基錶 那寶基錶事實上 他是手錶大師寶基所創的 那事實上他不是 他名字叫做亞伯拉罕路易布雷蓋 那只是說大家都習慣叫他寶基 他是1775年在巴黎創立的一家 這個公司寶基錶 那事實上為什麼他會這麼厲害 他有200年的製錶歷史 所以很多手錶 尤其機械錶的 很多專利大概都是他發明的 大概70%的技術 都是現在都是他擁有的 而且200項這個專利這個品牌 我們知道現在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技術 如果大家有去看這個寶基錶的話 第一個 他的錶殼是非常非常薄 也就是說你要把這個錶打造得這麼薄 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 裡面的數字都是非常清晰的 在夜晚裡面你也看得非常清楚 他的那個指針是非常非常直的一條直線 然後他的錶盤是非常厚的一個錶盤 所以你可能再怎樣的話也不太容易壞 那裡面他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我先給大家講 一個是機械錶心 我們都知道說事實上 瑞士最厲害的就是機械錶心 他永遠都非常準時 可是那個要上 要上鏈 包括他整個的上鏈的這個裝置 甚至裡面這個齒輪之間 有那種差數的這個設計 這個都是完全都是寶基他自己發明的 所以任何一個現在瑞士的錶 很多都要用到他自己的技術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三問陰黃 三問陰黃是什麼意思 他這個其實寶基錶 他自己本身可以暴食 就是說他整點的時候 他會有噹噹噹的聲音 那這個以前這個技術是非常厲害 他這個是他用他除了陰黃 就是他裡面有特殊的設計之後 用一個這個類似一個彈簧的這樣 敲出那個聲音 他不會疲乏嗎 不會疲乏 永遠都不會 只要你能夠幫他持續的保養上游的話 他永遠都不會疲乏 這一個錶要多貴 對 那另外一個 他還有一個叫做陀飛輪 大家可能都聽過陀飛輪對不對 那陀飛輪是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以前的手錶是懷錶 那懷錶的時候 因為你是這樣放著的時候 他會有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 所以久了之後 他錶會走了不準不準確 但是他設計了這個陀飛輪的裝置 他這個錶在走的時候 不會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 但是現在我們一般人 戴的手錶不是這種懷錶 換成是平的這個手錶 但是他還是在裡面弄個 裝個陀飛輪的裝置 讓你永遠不會受到任何引力的影響 所以他這三個設計 變成是他自己本身非常有名的這個技術 那因為有這三個技術 所以你知道一支保機錶是多貴的一件事 最最便宜的話一支五萬 那如果你去這個瑞士 比較有限量版的話 大概是六百到七百萬 那前一陣子還有他推出一個復刻版 你可以看到他以前的最經典的這個 包括說這個機械 對機械錶新三文英皇 還有包括說我剛才講到了這個 所謂的陀飛輪的設計 他這支錶要一千五百萬人民幣 你乘以金台幣是七千五百萬台幣 擁有一支錶 你就知道說這個工藝 到底是有多高的一個狀況 還好啦 因為錶越貴的人越不手持 對 其實有錶跟手不手持是兩件事 有錶的人就可以不要手持對不對 好 問一下傑銘你帶一個萊卡相機嗎 我不是萊卡相機 我這個相機在這裡 對 看一下這個相機 應該就是很漂亮 因為最近華為用了拉凱鏡頭 所以萊卡就被注意到 事實上這款相機在奧地利被拍賣了 那麼這是一九二三年的相機 那當時起標價是四十萬歐元 那最後決標是兩百四十萬歐元 折合台幣是八千六百六十萬 為了這個相機還要有人去做底片吧 這個底片 對 現在當然買這個相機的人 應該是不會拿這個相機來照相 因為對不起 這款系列的手機 這個相機只剩下三支了 全世界只剩下三支 完美的可以拍照的 那為什麼這個相機要賣這麼貴呢 有一句話 有一個 有一個名詞 叫做萊卡拜物教 就是萊卡拜物教 意思說有一群非常熱愛 萊卡相機這些收藏者 只要看它那個紅色的標籤的時候 就要狂拜 不論什麼價錢 就是要把它買下來 不買人生就變成黑暗的 好 那你知道這相機有多麼厲害 它有它的價值 坦白講因為它每支相機的編號 都不一樣 而且還有他們當時生產這個相機的工程師 在上面署名 好 這個也不夠誇張 最誇張的事情是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德國人用這個相機拍下 就是軍人他們扛著這個相機 去拍攝敵人的這個畫面 那因為它的相機非常小 所以它可以譬如說敵人在那邊 就這麼近以前 我們要遠遠拍這個是敵人 假的要敵人 我就可以靠這邊把它拍一張 好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在戰爭國 因為他拍很多對手的這個 或者自己很精密的軍事機密 那你知道在撤軍的時候 一定要想要把 比如說我帶的相機 可是我快陣亡了 假設 那我一定要把這個相機給摧毀 你知道怎麼摧毀嗎 不斷你要拿錘子去敲 而且拿爆炸品去炸它 才能夠把一個相機摧毀 你就知道這個相機有多厲害 摔不壞的 摔不壞的 因為日本的相機已經算是厲害 但是公差是萬分之三 這個相機的公差是萬分之一 所以當然對這個買 而且重點的事情是 他強調我的相機不但好 我不量產 我一年就是限量 我怎麼知道你限量除非你有編號 對他每個相機都有編號 到現在為止 他的相機還是有編號 可是他現在也出數位的啦 當然我應該說 他這種手工的相機 還是是有一定的編號 不過我要談這件事情是 這個相機很特別的事情 他是實在是偶然 但是確實是不偶然中的意外 因為我們知道早期的相機 那個鏡頭大概這麼大 對八到十三公分 但是你要扛著很辛苦 那他的這個老闆叫做奧卡 奧斯卡巴納克 他是一個拍攝的這個狂者 他很愛拍攝 可是他每次帶這個相機 就很累 他想說我能不能做成小相機 那時候其實電影已經開始在拍了 電影是這個三十五毫米 他說如果我能把底片放到只有 三十五厘米 三十五厘米 對 厘米 那他就做了 他說如果能做這麼 我相機可以縮小 果然在第一次大戰之前 他做出來了 可是遇到戰爭 他又延後 所以一九二五年終於開始亮成 他是一個偏直狂 他在這個發展這個相機之前 他就一定要把他相機做到 盡善盡美 好了 不論怎麼樣 這個相機現在 中國人已經把它放到華為手機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 萊卡相機長什麼樣子 不過我跟各位報告 他的鏡頭是大力光做的 現在華為 謝謝 好 問一下建希 你要跟我們介紹的是百年家電嗎 是 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瑞典的公司 剛剛其實傑明哥在講到德國 可是德國跟瑞典以前遠古時代的時候 他們是細出同源 所以德國人的那種堅持在公益的精神 瑞典一樣有 所以我們知道說瑞典有IKEA有Mobo 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叫做伊萊克斯 好 伊萊克斯是瑞典第一名的家電 他在全球也非常的有地位 你知道他在全球的一個 在2017年的一個營業額 是達到4,321億台幣 他是賣什麼為主 他包括白色家電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的說冰箱 洗衣機 你知道嗎 他4,000多億台幣 他是僅次於匯盒譜 可是如果你把它限縮在就是說 在洗衣店裡面專用的那個洗衣機 全球第一名 我在歐洲的百貨公司的賣場 看到很多這個牌子的 真的 而且其實你知道 我覺得他不是只有在瑞典 是的 台灣現在也很多 而且你知道美人姐 他其實不只是說事情 老百姓要用 喜歡用他頂級的那個頂級課程 也網絡非常多 你知道像郭董 郭台銘 郭董 他們家的真烤機 這個白組的 然後林恩平 剛剛講到大立光 林恩平 就大立光的總裁那個林恩平 家裡面的那個嵌入式的 砍入式的那個冰箱 聽說也是這個牌子的 所以他為什麼會這麼受到歡迎 我覺得應該要去集 去募集他的工廠 你大概就會可以虧制一二 聽說就有記者到他們工廠去 就發現說有一個秘密基地非常的特別 也叫做原聲式 那個原聲式就是說要測試那個 那個那個 測備 那個吸塵器裡面 到底那個聲音會不會 會不會產生很大的噪音 那一般我們就是說 在一個隔一室裡面 他不是 他為了弄這個原聲式 但是原聲式是整個掉起來的 他不落地的 不落地是因為他怕說有地鐵 會共振的聲音 會共振的聲音 所以說他用這樣子非常精密的東西去測試 然後另外他還有一個叫共鳴室 他那個共鳴室聽說一進去之後 你一點點小小聲音 會在四周會產生共鳴 所以非常精密 這家幾年了 這家已經1919年成立總部 可是你知道嗎 世界上第一台吸塵器 是他們家創立 他剛好跟中華民國同年 你在這麼興奮地講 我會懷疑你有股份 欸 我很想啦 可是我沒有啦 好啦 跟美人姐你知道嗎 最特別 他1912年第一台吸塵器 可是你知道嗎 世界上第一個掃地機 也是他們家創出案的 OK 好 但現在台灣的掃地機也賣得不錯 對不對 另外我告訴你 來把傘吧 雨傘 我一輩子丟了傘都不曉得多少了 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接到這個傘 你丟了會心痛會肉痛 為什麼 因為他一把傘要花這麼多的工序 才能做得出來 待會兒來告訴你 國營大會 國營大會 下次來賓講這種什麼百年企業 什麼多了不起的東西 指出一張嘴 咱們就不訪問他了 你好歹帶一把傘來我們看看 這把傘也非常有價值好嗎 而且價值不菲 那這是什麼呢 這是義大利的超過一百六十年的 做傘的老店 它的名字叫Francisco Meglia 那這個Francisco Meglia 你知道他有多厲害嗎 他的這個傘 除了他我們剛剛講說 歷史悠久超過一百六十年之外 連LV AirMars Gucci都要找他合作 然後把他們做的手工雨傘 提供給他們去賣 那結果你知道嗎 掛上了這些大品牌之後 一支傘可以賣多少錢 一支傘至少可以賣到四五萬 成河台幣大概可以賣到四五萬塊 你有辦法想像一支四五萬的雨傘嗎 那他可以用多久 你看那個傘 那個風一吹就 他可以用多久 我舉個例子告訴你 因為他們自己店內的員工 這一家小工作坊裡面 其實只有七個人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 他裡面有個員工 就透露過一件事情 他說曾經有個87歲的老先生 走到他們店裡面去說 我的傘壞了 麻煩幫我修一下 這個傘是從你們這Francisco Meglia買的 結果你知道這個老先生 是幾歲買這一把傘的嗎 這個老先生是19歲的時候買這一把傘 然後他去修傘的時候87歲 請問這把傘他用了多久時間 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你就發現說這家做的傘 一定有他特殊的地方 所以才會讓LV AirMars都想跟他合作 那他到底特別在哪裡 特別在說這樣看起來 一家超過一百六十年的小作坊 七個員工喔 裡面每個人的都很資深 至少都做超過三十年以上 那他們是怎麼樣呢 手工打造這把雨傘 一支雨傘喔 他打造至少需要三十個工序以上 那三十個工序 你知道做傘就幾個結構嗎 第一個是什麼 傘骨 傘骨 第二個是傘骨 第三個是他有那個扣子 配件的金屬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從一開始 傘骨的挑選 材料就要特別去選過 哪一種傘骨的布料比較適合 然後自己買回來之後 重新再手工再加工 然後傘骨的 他的我們講選擇切割 縫紋做完了之後 傘骨要不要做 傘骨要做 所以他的傘骨也是特別去找 材料來加工做出來 而且連我們講的傘扣這種配件 那是金屬件喔 他們是買回來原料之後 自己手工悄悄搭 加工過之後 再把它安裝上去 所以如果你在路上有看到 明明下雨 那個人抱著傘走路 就是知道他那把傘很貴 所以他捨不得把它打開來 所以在義大利當地 真的很多的名流是用它的雨傘 因為它一年這種傘只能做幾支 你知道嗎 一年只能出傘兩萬支而已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限量的概念 所以